就这两天 一个看似权威的某中国经济机构 发布了一份2022年度 家庭月收入中位数 Top50城市榜单 就这一张图表 直接引发了全国网民的广泛讨论 大家纷纷表示 疫情已经搞得大家够人心惶惶了 没想到又出来个榜单来制造焦虑 还让大家好好活着吗 情况到底如何 咱们快来看看 上榜的50个城市 遍布了中国各省各地区 咱们先来直接看看前10名来感受一下 北京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65548元 排名第一 上海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63682元 排名第二 深圳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51761元 排名第三 广州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51448元 排名第四 杭州家庭月收入中位数为 43786元 排名第五 排名六到十的分别是 武汉 苏州 南京 长沙 和重庆 从43317元的第六 到41219的第十 纵观整个榜单 前10的家庭月收入的中位数 都超过了4万 北上广深 竟然惊人的超过了5万 就连榜单的最后一名 惠州 都有着26208元的家庭月收入中位数 此单一出 可以说99%的网友都质疑了他的真实性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看看自己的工资单 再问问身边的同事 这后腿拖得也太大了吧 当然除了这种与自身实际收入差距太大的原因之外 也有较真儿的网友 追溯了一下榜单的发布者 长江经济带城市专题会 这位网友表示 为了搞清楚 长江经济带城市专题会 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他先去简单检索了一下 这玩意儿看起来像是一个学术机构或者课题组 于是他去直网检索了一下 无论用直网的任何搜索引擎 结果均是查物此人 如果不是学术界的 那么有可能是一个注册组织 他又用天眼查软件查了一下 结果还是查物此人 那么他应该是一个会议名称 又用百度搜索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这个会议相关新闻 也没有发现以往相关的主题会议 赵道理说 能够发布这种数据的会议 不会默默无名 这怎么连个网络新闻都没有呢 相信看到这里 大家基本都以心知肚明 这就一份靠着制造焦虑吃流量的假榜谈 确实 稍微有点知识的人 就会发现这个榜单 是直接把北京水准 抬到了北欧水准 从这些城市的月收入中位数 我们甚至可以发现 中国的GDP 已经超过美国一大劫子了 那中国居民收入 到底是什么水平呢 小编找到了一些 2020年几个全国大城市的工资中位数 虽然这些数据 没有什么类似经济专题会 学者学会这类机构组织的背书 但在小编看来 真实性可绝对比这个什么top50榜单高多了 2020年北京平均薪资11,623元 中位数6,906元 上海平均薪资11,226元 中位数6,378元 杭州平均薪资9,812元 中位数5,385元 深圳平均薪资10,453元 中位数5,199元 广州平均工资9,230元 中位数4,811元 南京平均薪资8928元 中位数4,620元 虽然2020年是新外疫情最为猖獗之时 大家的收入一定会多多少少受到一些影响 但时隔两年 大家的收入也不可能会十倍十倍的往上涨 况且新外疫情还没有彻底结束呢 我们还找到了一份由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2年第一季度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的数据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 第一季度全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5元 比上年名义增长了6.3%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了5.1% 再来看看全国层面的中位数 第一季度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 某贴吧著名榜单造假户也的确是不容易 据不完全统计 该造假大户编撰的假榜单包括 奢侈品销售排行 家庭年收入排行 家庭月收入排行 豪车销量排行等等等等 最神奇的是这种一眼假的数字 竟然还被很多营销号来回转发 的确是一臭臭一窝呀 互联网一经问世 就是一个舆论混杂的地方 所以自然也会充实着 唯利是图的自媒体人营销号 希望大家都能擦亮双眼 辨别是非 切莫让这等小人破坏了我们的大好心情呀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